美国总统大选 白宫主人换人当 会不会影响美中台关系 台湾政坛优先跟川普相较之下 拜登是否较为亲中呢 如果美中对立情势降温 中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力道 对付台湾 陆委会主委陈明涛 上午到立院报告被寻时表示 中共对台政策 不会受到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 但是中共可能加大操作统一进程 而被问到是否有机会举办菜席会 陈明涛文则是认为 不要跟风炒作毫无意义 有意义的对话跟蔡席会 这是根本炒作的议题两件事情 马席会刚过五周年 蔡席会能不能办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跟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炒得不可开交 有人在炒马席会 炒不完炒完那个炒蔡席会 不要对马席会那么敏感 曾经他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那如果有机会 那就回到历史去吧 不满蔡总统喊出两岸平等对话 却又只是说说而已 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出炉 美中台关系能暂时缓和重整 兰委认为就是蔡席会沟通最好时机 但陈明通丝毫不让步 不认为中共会放弃对台统一目标 就算民主党拜登 当选新任美国总统后 美中关系渴望舒缓 但人不影响两岸关系 看看近期共机不停扰台 军事动作不断 陈明通分析 中共未来甚至可能加速 促统力道 那个脉络我想不会因为 美国的这个总统 这个换人 都会有什么改变 美中关系或许会有一些变动 但是北京对台的政策 我想有它的一贯性 美选结果让国际关系重新定位 但两岸将局恐怕短时间内还是难解 这欢迎郑军文林凯军台报道 而美国大选过后 未来的两岸政策 与台美关系如何发展 也备受关注 国安局长邱国正今天说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当选 整体来说还是会走向恶中友台 但是两岸问题 台湾需要自助在天柱 不能依赖其他国家 而对于未来美中台三边 是否进入冷静期 邱国正说政党轮替 有一些政策会延续 有一些会调整 但是美国政府交接步调的 快慢不是台湾能够掌握 美国总统大选 最后由民主党籍拜登当选 白宫进入新局势 前一天总统蔡英文 召开国安首长会议 针对选后局势 沙盘推演未来的美中台三边关系 台湾谨慎慎面对 美国不管哪个当选 我们大概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走向恶中友台 这个大概一看得出轮廓来 对拜登政府来说 美中对抗的基调虽然不至于会翻转 但对华政策像是国务卿亚太 还有国防官员人士将有一番波动 拜登明年一月就任前 将进入空窗的冷静期 而蔡总统在拜登当选后 巧妙运用拜登一月推文 回推祝贺他当选 这样的互动方式让押宝说不攻自破 总统府说会以妥事的方式 向慎选者表达祝贺 蔡总统跟拜登何时正式通上电话 成了拜登对台态度的展现 记者下方向3台北报道 美国白宫将迎来新主人 专家学者分析 拜登上任之后对台军售的态度可能生变 有别于共和党的川普总统 愿意受台反制性的武器 更改变以往包裹式军售改为主案审查 拜登政府的作风很有可能回归台湾关系法 改售防御性武器 台湾政坛朝野对此解读不同 民进党乐观看待 说就算美国政权轮替挺台力道也不会变 国民党则是主张 政府应该尽速跟拜登团队接触 想办法打好关系 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戴了川普口罩的立委蔡逸宇 面对拜登当选的结果被网友留言洗版 说委员是不是压错宝脸种种的 我一路种啊 对啊 我本来就是种的 我是觉得挺川普哪有什么不对 人台湾的港口这么挺台湾 绿委坚定挺川立场 不过美国政坛变天 白宫将引来新主人 对台军售态度可能有变数 从川普上任以来 对台军售次数高达十次 其中更包括F16V战机 M1 A2T战车等重点军备 总金额高达180亿美元 而未来民主党的拜登上任后 可能回归台湾关系法 对台军售改以防御性武器为主 我认为台湾此此刻 我们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所谓的攻击性武器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是防卫性 以及征搜性 美国那边他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做法 要卖我们不同的东西啊 这个其实因为军火采购是相当复杂 而且牵涉重大利益的 这个人情应该做给新政府 执政党立委很乐观 认为无论民主或共和党执政 挺台立场不会变 但在野党立委分析 面对美国政党轮替 政府得干净做好准备 大家也知道过去军售都 不是我们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是他们要卖给我们什么 然后我们来谈论在朝野之间去讲说 包含过去有人说太多的时候 是凯子军购啊 太旧的时候说啊这个破通烂铁啊 有别遗忘的包裹是军售 立委分析未来美国会维持 现在的逐案审查 也就是我们要什么买什么 至于拜登上任后 军售内容是否生变 还有带观察 记者林陈君 欢迎台队给我报道 持续带您关心 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的新局势 拜登将在明年1月20号就职 成为美国总统 上任倒数73天 预计今天将率先公布 12人抗疫工作小组名单 展现对抗新冠疫情的决心 WHO秘书长谭德赛 也推文恭贺拜登当选 而拜登团队月底之前 也渴望公布内阁 国务卿的部分 目前是以欧巴马时期的国安顾问 苏珊莱斯呼声最高 包括国防 财政等多位部长 呼声最高的人选 目前也都是女性 当中还有不少 具有少数族裔背景 另外拜登据传 已经开始草拟多项行政命令 一上任就会签署 在健保 移民等议题上 扭转川普的决策 也将重返WHO和巴黎协定 即便川普毫无交接的诚意 准总统拜登就职倒数73天 早已马不停蹄 进行执政准备 新冠疫情全美再攀高峰 成立12人抗议工作小组 就是当务之急 据传将有印度裔 欧巴马任内的前医务总监 墨西领导 同时间外传11月底出炉的 内阁名单也有熟面孔 欧巴马时期国安顾问莱斯 去年接受专访时 就是个打穿汉将 目前接掌国务卿呼声最高 不但外交精力丰富 年初还曾经是仅次于 贺锦丽的拜登副手可能人选 而且同样拥有亚买加血统 选战期间大打多元牌 拜登誓言内阁将反映多元性 增加女性以及少数族裔成员 包括商务 国防 财政等部长 呼声最高的都是女性 大笔一挥掌声齐下 川普任内总计签下 193份行政命令 行使总统权力 抹除部分欧巴马的政绩 不过现在传出 拜登明年1月20号一上任 也将立马签下多项行政命令 包括重回WHO 巴黎协定 恢复追梦人计划 以及废除穆斯林禁令 以细节扭转川普时代的 多项决策 张力德编译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尽管还没有宣誓就任 但维安工作已经全面升级 美国特勤局已经加派人手 24小时保护拜登 以及他家人的安全 而历届美国总统的维安团队 都各自有个代号 拜登已经为这个团队 选了一个代号 叫做凯尔特人 源自于拜登的爱尔兰裔协同 此外川普因为不喜欢 养猫养狗 所以四年没有看到狗狗的白宫 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 也将再次看到狗狗的踪影 拜登的支持者 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 白宫旁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广场 成了热门的打卡景点 拜登支持者挥舞竞选旗帜 而在德州首府奥斯丁 出现挺川普跟挺拜登 两派人马相互校正的场面 特勤局以加派人手 保护拜登和他的家人 而历任美国总统的维安团队 都各自有个代号 像是川普的维安代号 叫做大亨 拜登则是以凯尔特人 来凸显自己爱尔兰裔的血统 这只德国牧羊犬 钱普是2008年拜登 当选副总统时 夫人吉尔拜登 送他的贺礼 当时钱普才三个月大 2018年拜登夫妇主动收养了 其中一只名叫梅杰的 德国牧羊犬 梅杰后来还升格为救难犬 明年1月 梅杰跟钱普两只狗狗 渴望随着拜登入驻白宫 川普因为有洁癖 不喜欢养猫养狗 随着拜登胜选 总统或第一夫人 在白宫草坪遛狗的画面 又将重现 刘永伟编译 许多美国媒体都认为 拜登当选总统大事已定 但现任总统川普仍然不认输 川普推特连发 表示他赢的选票很多 甚至还催促私人律师 朱利安妮等人 积极地发动法律战 CNN表示川普的女婿 库许娜建议川普认输 但是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 却出面打脸 说库许娜是建议川普 采取法律救济措施 美国各大媒体报道 拜登当选总统 尽管川普坚持他拿了 7100万票 是现任总统史上最高 不过川普的情势 却变得很不妙 包括川普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妮也要在周一 提出大规模法律诉讼 他痛批民主党主政的州 不让共和党员监票 朱利安妮指控 全王弗雷哲死后还在投票 甚至连好莱坞 隐姓威尔斯密斯的爸爸 也有份 川普的死忠参议员支持者 克鲁兹以及葛兰姆 也都呼吁川普不要认输 现在川普家族里面的消息 似乎也十分混乱 川普两位长公子 小唐娜和艾瑞克 都主张打法律战 CNN却表示 川普的女婿 库许娜也劝川普认输 不过川普竞选犯人 米勒却出面打脸 表示库许娜是建议 川普寻求法律救济措施 不过CNN又报道 第一夫人梅兰尼娅 劝川普接受败选事实 然而梅兰尼娅稍早还推文 强调选举必须公平透明 显然跟CNN不同调 目前共和党前通通小布希 已经恭贺拜登当选 不过她也强调 川普有权走法律程序 这场法律大战 显然还没有完结 李希安編译 李希安編译